拉拉的 你腳上了 對,我也在腳上 我看到一點 就在這裡 一點一點 對 黃定嗎? 他撐了一下 撐了一下 突然間就欺負了 對 現在吳景平他的主教練也過來了 前一段比賽沒反應 劉國良教練 中國平安組隊領隊黃標 還有錐一 李曉東教練還在給馬龍指導 把你的強制打 你給他電話 這說實 所以我就說 這兩招就這兩招 非常非常 比賽是 50分鐘 依照暫時 現在根據比賽的規則 將贊同一下 這是裁判長 裁判長過來和領隊正在商量 各位觀眾 這次呢 運動員啊 剛才劉國良私下跟我講 說他們這次來呢 住的地方條件 和整個的選拔賽的過程 他是非常滿意的 他說 山東諸城市政府 投入了整個的 從市政府組成了班子 來為他們 來服務 其中的運動員 下塌這個賓館 他感覺非常獨特 就是叫諸城立遠景店 這裡邊呢 除了這個級別比較高 另外呢就是有8000個這個樹 在那邊 對 把它沾一下 拉 拉 而且住這個地方的環境非常好 另外在整個的比賽的場館也比較集中 另外在整個的比賽的場館也比較集中 另外在整個比賽的場館也比較集中 這樣對中國平衡隊模擬世界緊交賽 他說是一個絕佳的地方 今天的這個突發事件 就是 王浩在比賽中的一個側身牆的過程裡 他的腰部撐了一下 但是作為運動員來講 在這種大型的比賽中 要能夠 有這個應變的能力 翻過來 翻過來 比如我記得在一次比賽中呢 就是突然停電 當時是王套 就是那一次停電 給他帶來了局戰勝的外出對手 那作為馬龍 現在在那兒正在等待著 那廣大的觀眾也非常關注 那看來比賽很快要開始 那裁判長們在旁邊也在催促 如果可以的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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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種突發事件 對運動員來講 也是個嚴峻的考驗 所以王浩來講 在腰傷的情況下 怎麼辦 這馬龍的表現 就是說 對方停下來了 自己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策略 怎麼樣穩住是一個心底 漂亮 上去了 有了 結果這個球是上步以後打丟了 現在劉之島已經坐到了他的教練的位置上 那等一會兒我們再去請他給觀眾評論 2比3 2比3 這個球是有節奏的變化 弧線比較高 马龙是好像被闪了一下 所以节奏变化非常重要 就是让对方对不上点 漂亮 现在中国选手的跟进速度都非常快 就是我们的速度快不仅体现在单个球的速度快 它的连接的速度也快 这样对方就很难有机会缓解 打起来勤奋相持 漂亮 大家可以看他们的球的旋转落点 都是目的性非常强的 这是在比赛过程中下意识形成的一些 就是美版很自然的就去对方难受的位置上去 这是长期训练的结果 现在形势对马龙比较有利 鱼比较习惯 斗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是在 山东省 北方诸城市体育馆 为大家现场直播 直通路特丹的奥运会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选拔赛 男子的第二阶段的比赛 在第一阶段比赛 他们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五楼 就训练馆里进行的 那么第二阶段 现在是全部移出 主要是模拟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来进行比赛 今天的比赛呢 除了王浩和马龙之外 接的就是陈启和许馨 然后是郝帅和马林 最后一场是张继科对张超 在今天的八个人里 有两个人都是来自安山市 就是张超和马龙 有的是球显得比较凶 所以它失误多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灰球一样的 那边是最高的 但是它是五楼 一个人的汤 飞球一样的 那就好 看着 你 马龙现在胜利在望 马龙在第一阶段的比赛里是打第七 那么在第二阶段的比赛里边 他可能只有至少要打到亚军 才有把握取得前四个名额中的一个 王浩在第一阶段打第一 所以在第二阶段中只要他能打第七 他就能够四个名额里占一个 现在马龙发球 王浩这个球运的直线弧度很低 等一会儿大家注意赛季场比赛之后 本台记者周到还要对刘国梁进行一个现场的采访 就是刘国梁要点评这两个运动员 这也是很精彩的一个内容 漂亮 这个球很关键 这是关键球的处理 这是李小冬教练 关键是王浩怎么发马龙怎么接 前三板谁占优势 短的 白短 回白 拉起来 好的 王浩这板球打得很果断 那是一个突击 反手一个发力 在关键的时候下手要狠 但是又要注意准 所以稳和准的关系非常重要 拉起来了 好的 马龙这个球快撕对方的反手 这个球压力很大 这样双方打成了10比10 由于马龙在前面的5局是3比2领先 所以占有优势 现在马龙发球 中 结果王浩是持发球了 这球发的是王浩中路偏正手位 也就是 腋下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比较难受 这个比赛结束 刘国梁教练就专门点评 马龙和王浩 这也是一个很有 很有看点的 对拉 第三拍 压反手 再拉反手 这样马龙 就以12比10 最后以4比2 战胜了王浩 这样马龙在小组赛里边 已经两战结胜 所以小组出现 已经不成问题 但是王浩呢 还要看看后面 他的比赛情况 他呢 已经胜了一场 就是看看他后面的两场 这边的比赛 是个比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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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